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全港每年大约有3,000人死于中风 即使康复,亦可有不少后遗症 要避免中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控制血压 高血压的病人要做些什么呢? 中风近年有什么新疗法呢? 今集我们邀请到中风基金的主席 方道生医生为大家讲解 方医生,你好 你好 方医生,研究发现香港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有高血压 为何高血压会导致中风? 高血压本身是一个症状,血压特别高的人 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血管硬化 当血管硬化的时候,由心泵出来的血液 导致较高的血压,冲击了稍为脆弱的地方 譬如血管方面有硬化脆弱的地方,导致容易流血 当然血管本身有病,也容易令内壁有些沉淀物塞住下游 所以形成所谓有缺血性的中风 同时如果血管脆弱流血,就变成所谓出血性的中风 其实要控制好血压就可以预防中风 但我听过不少病人都会很抗拒吃药 是不是呢?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有很多误传的 譬如有些病人跟我说过 医生一开始吃药,我就以后停不了 没错,血压高是要靠吃药来将它降低 但千万不要想着吃药之后 一两星期之后,血压低了 医好了,所以不吃了 所以没错,我们是一直吃着,因为吃着才可以控制到血压 而这个是有必需的 亦都不存在说那些药可以将你血压传誉 吃完可以不用吃,这个大家要清楚了 其实很多病人都不肯吃药 是的,很抗拒 亦都害怕,有些又说不受得,有副作用 没错,有时候会有些病人不是最适合那些药 但是坊间也有不同种类 可以与医生商量,选择一个稍微 稍微适合的药 我们之前也跟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谈过 他也是高血压病人,大家一起看看 昔日出任立法会议员,没时间做运动 加上应酬多 李永达五年前验出血压偏高 出街去应酬吃的东西大多数都不健康 当人吃六、七道菜 每次的菜都不太多 就算我吃时都开始减 吃了第六道菜,吃鸡 你不要吃完整碟,吃一块 然后饭又不吃,面又不吃,甜品又不吃 但头那四五味已经很厉害了 当时我试去到一百四十多磅 超重,又有大铺 之后李永达要持续服食降血压药及控制饮食 医生更建议他要减肥 目标是要减走二十磅 五年前,但从一四五减到现在 是一三六、一三七左右 减了八磅 都算有些成绩 这段时间医生都不骂我 他没有骂我 你都减了一些 然后就吃多些菜 吃生果 继续运动 我现在一个星期都会跑一两次 多管齐客 李永达血压恢复正常 他说,感觉就好像解除了 个计时炸弹 减低中风的机会 方医生,如果已经有高血压 身体出现什么症状 要留意中风 我大佑说过 有些所谓缺血和出血性的中风 缺血性的中风 就因为血液不到位置 于是影响了脑的功能 有一句口号是挺容易记的 所谓谭笑用兵 谭者就是当人发觉说话有困难 又或者对镜的时候 面部不是很平衡的两边 昨天都不是这样的 就是所谓笑 然后用兵 兵的手方面是动得不太好 或者是脚 所以建议兵者就立刻找医生医 当然 另一类的中风 就是所谓出血性的中风 有一个症状非常重要 当大家发觉 面对一种头痛 似乎从来这么大 如果是个人未试过的话 大家就留意了 头痛得这么紧要的话 有理由相信 是突然间里面出血 刺激我们的硬膜 所以非常头痛 这点头痛不单止是头 有时传到脚 脚都紧了 这些的确是一个 可谓强烈的信息 可能会中风 近年治疗中风有什么新的方法 是否有一种叫容山治疗 又是什么来的 容山治疗主要是针对 那些缺血性的中风 大家也可能会听过 若果在症状的早期 病发了之后 在三个钟头之内 我们能够用一些 静默注射一些 我们所谓叫RTPA的药物 将原本塞了血管 那些血块清解 若果时间是配合的话 其实就可以将血块有效的融化之后 令到那些血管重新开放 因为三个钟头还是短 于是它负责或者受影响的脑部的细胞 仍然存在功能 于是通过之后 就可以直接症状完全处理了 可以说是传预的 是不是已经是最新的治疗 还有没有其他新的方法 大家提到对的那些是静默的 当然静默的时间也非常短 虽然香港是弹院之地 但是肯定一病发 由病人醒觉 家人也醒觉 夹手夹脚带他去医院 在三个钟头之内 也要包括医院里面的等候时间 兼且初步诊断 其实不容易的 所以在另一种方法 人们想到较为长一点的时间空间 窗口 所谓就是六个至八个钟头左右 其实都可以考虑另一种 就是在动物里面来打药 将药物直接注射到室的部分附近 更新的就是说有个血块吗 我们用一些介入的治疗 用一些支架 用一些非常幼小的异器 将那些血块钱勾出来 所以变成这个可以扩大的空间 能够在适当的病人之中 存活多一些 最后不如提一提市民 除了控制血压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做去减低中风的机会 其实简单说 如果你说控制血压 我亦都再强调就不只是吃药 一般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 很容易提到的 譬如我们戒烟 不要吃烟 酒尽量少 然后肥腻的东西 是那些饱和脂肪酸的 吃少一点 个人减肥 吃少一点咸的东西 这些都是随便可以做 在吃药之前 大家都可以自我调节 将我自我的生活习惯改改 其实是可以免除药物 都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压 多谢方先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到了 下集时间再见 拜拜 观众如果有任何医学疑问 欢迎寄信来 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电邮到 medicineatnownews24.com